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爺, 鹿娘今天出了笨 老爺今晚不知道还能否回来睡 我也不知道 按规矩他就不用进来 但是你知道老爺的 自从鹿娘死了之后 一天三餐都在我们这里吃 开桌子, 放两副碗筷 对着鹿娘伏画吃饭 谁知道他今晚会不会 还想对着鹿娘伏画睡 不过我就宁愿他不进来好过 你怕服侍他, 我可以帮忙 我不是怕服侍他辛苦 我怕见到他这么伤心 弄得我也很伤心 老爺来了 老爺…你喝醉了 你哪里喝醉了?我喝了一点 希望今晚可以睡得好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喝了酒反而更加想着你们鹿娘 盈春, 快来帮我吃吧 好, 走 你吃吧 pes Francois 肖子干活 坏肉 有人想我来 hier 人牙就是我 壽春, 倒杯茶給我 迎春呢?你們去哪裡才行 老爺, 今天上山大家都很累 壽春和迎春幾乎哭得死 所以今晚很早就睡了 老爺, 喝茶 好 還跌了一張皮 我幫你撿得了 老爺, 蓋皮 你別亂蓋才行 老爺, 對不起, 奴皮笨手笨腳 也不是, 都笨得挺舒服 來, 來, 先放一口 我來吧, 何必怕呢? 快脫衣服 老爺要你幫忙暖皮 來, 來 如果老爺抬舉 小媳婦情願不出家門 由老爺收容 好 那你就乖, 只要你用心服侍我 你怕我西門慶養你不起嗎? 大哥, 你好早起床 不用行禮了 我正在疏頭, 你坐吧 為甚麼你穿成這樣? 外面很冷嗎? 唉, 大哥, 外面正在下雪 如果不是大哥你叫到 我真的不能起床 當然, 大哥好東西 可以這麼早起床 小弟真的不行了 你有眼看的 自從平兒去了之後 我哪有空 幫他做完七 又要大排延職迎接秦安大人 自己的店鋪越開越大 派人南來北往地去買貨買貨 他去的時候 就剛剛過了重陽節 眨眼, 如今正在下雪 大哥, 大哥, 我都知道你忙的了 所以你府上今天擺酒謝孝 慰勞親戚 我早就來 看看能不能幫忙 又要麻煩老二你了 麻煩 大安 大安 是 戲子到了沒有 爹, 他們早就到了 現在正在外面休息 好, 你叫兩個會唱的進來 我和應爹爹喝酒上雪 然後再等其他客人 好 早就叫人家來唱東西了 人客都沒來 大姐姐, 這支曲是人少少聽才好 是嗎 你當然不熟那些歌詞了 這首《諾陽花, 良緣月》 當中有幾句是 月有言缺, 花有開謝 想人生最苦離別 花謝了三春近夜 月缺了中秋度夜 人去了何日來夜 分明就是官人掛著死了的 叫戲子唱給她聽 我真是沒理會這麼細心 她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好像秀春迎春兩個丫頭 是陸妹親口說 叫她們服侍我和二妹的 誰知我一開口 她就大雙眼罵我 說人世一無奈就要分她那些丫頭 我現在房中不夠人世嗎 何必和她說這麼多 雖然是 但你如今那兩隻丫頭 加上奶媽的乳衣就得戚了 哪有人敢使她們做事 那個乳衣才有古怪 聽見官人上了兩對金針給她 她就帶著在丫頭面前走來走去 方寫人家不知道她和老爺有老公 好了好了, 五妹 今天擺酒借孝 我都不知道多少事要犯 你不要再說這麼多這些事給我聽 老爺今天謝孝, 辛苦了 不辛苦, 不外乎是喝飲食吃的 對了, 你們公主要是喝飲食 你供奉了飯菜給陸娘沒有? 方才我和盈春供奉了, 剛剛收拾好 好, 那幫我寬衣吧 茹姨姐姐, 老爺要寬衣 我和盈春去煲茶 順便是時候鎖門了 老爺, 我讓他們進來再倒熱茶給你 不用熱茶了 對了, 拿些拜神的燒酒給我 我要吃藥 你身體不舒服嗎? 老爺沒有不舒服 不過吃了這粒藥 你就變得很舒服了 老爺, 你平時已經搞得人家要生要死 還用藥, 我會支持不住的 你可以放心, 老爺會遷就你了 都不知道為什麼 平時我都沒有留意 原來你生得這麼白痴 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歡你陸娘什麼? 就是生得夠白痴 如果不是在他房裡抱著你呢? 就好像抱著他那樣 你聽我說 只要你用心服侍我 下半世就不用陰了, 知道嗎? 老爺, 你千萬不要這麼說 老爺和陸娘 一個是天, 一個是地 哪有得比 老爺真是節福 不是節福 你今晚有福 先吃藥 先吃藥 出門, 幫我關門 半夜三更, 怕得拆天似的, 真無恥 那個是其他人 大官人, 原來你在我這裡睡 盧家高圍找你 平兒, 是你嗎?我很想你 你先聽我說, 我沒時間了 好…你說… 自從我下來陰間之後 花子虛一直找官司來前我 累得我在監牢受苦 幸好你用那麼多高僧道士替我減醉 如今才放出來 那個壞人我要對你不利 我怕你讓他暗算, 特地叫你小心 沒事就少點出去喝花酒 早點回家, 你一定要記住 盧家要走了 平兒…好姐姐, 你到底去哪兒? 你跟我說… 原來…原來我是發夢的 好姐姐, 你到底去了哪兒? 君人, 怎麼回事? 居恩在這裡自言自語? 讓我還四處找你 原來你在這裡做夢 沒有 怎麼你眼紅紅的? 可能…可能方才被一張被焗… 焗傷吧? 我看你好像哭過似的 亂說吧, 無緣無故哭甚麼呢? 只怕你一時想在哪個心上人 無情百事, 哪兒又來一個心上人、心下人 李平兒就是心上人 奶媽就是心下人 而我們幾姐妹就是心外人 你不知道嗎? 看你真是看你, 最喜歡就是吵吵的 我和你講正經話了 平兒入臉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和她換了甚麼衣服? 上面兩套是遍地金段紙 底下是百靈棉納, 黃皺裙 貼身紙段小棉納 還有就是白短裙, 還有大紅小衣 你問你幹甚麼? 又說不想念她, 又問那些東西? 你不知道的了 我方才是夢見平兒 她…她穿的衣服跟你說她是一模一樣的 觀人, 所謂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人都死了, 還想念她? 我就沒回覆了 你幹甚麼? 看人死了, 恐怕看都沒人看 不准你這樣, 胡亂說話 誰說不喜歡你? 對了…不要哭… 疼你, 保護好嗎? 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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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 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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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你 疼你, 疼你, 疼你 來吧, 我要把你快地蒸發… 不要啦, 我不喜歡在這邊 我… 那…怎麼辦? 那我的小兄弟怎麼收貨? 來吧, 我幫你 爹, 爹來了找你 好… 那…那叫他進來吧 現在怎麼看見人呢? 大安, 你叫他躲一躲 我走了才叫他進來吧 小人知道 傭老爺, 今天什麼風吹你來? 唉, 總之氣死我了, 大哥 那誰氣死你? 好, 你大哥幫你出頭 唉, 大哥 家裡已經沒錢了 昨晚我女人無緣無故又生了個小孩 唉, 日後還好地地 半夜三更就叫肚痛 等我起床幫他收拾草子皮鋪的時候 唉, 還要打個燈籠去航口 找個接生婆 唉… 那生了個兒子還是女兒? 生了個乞丐仔 唉呀, 生了個兒子就好了 那你這麼激氣幹什麼? 唉呀, 大哥, 你有所不知的 你們有錢人家, 又有大好前程 生了個兒子出來, 感上天花當然好 我自己一個, 都還嫌多個影阻住 一大盆人, 又要吃, 又要穿 你以為不用錢的嗎? 我大女兒出嫁的時候 那份嫁妝已經是大哥你送的了 二女兒現在十三歲, 差不多就嫁妝了 我還沒凡月, 現在還多個兒子 滿月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是啦, 到時還是找一間和尚寺備幾天 哈哈, 唉… 你去了, 益了和尚入你屋 計算了, 還有點好處 大哥, 你還笑人呢? 人家已經煩死了 唉, 不用煩的 好啦, 要花多少錢你跟我說 我幫一下你 大哥, 多少也好, 除大哥心意的 那也要你夠用才行 免得不夠用, 你又拿衣服去當 哈哈, 如果大哥真的肯幫我的 二十兩, 二十兩就夠了 我畫個符給你, 麻煩得你多, 我也不太好意試 數目我又不敢填了, 多少利息, 徐大哥你說 別說了, 不要說這些廢話了 大家一場兄弟, 什麼畫什麼符呢? 唉, 代安, 你在後面跟大娘說 我藏背的貴筒裡有兩封秦安大人前日送來的銀兩 叫他拿一封給我 遵命 我知道一封官銀就有五十兩, 那就夠了你用了 大哥, 不用那麼多 有多你就先收起他 像你說的, 那個二女都差不多出國了 總之你是全家人去做新衣服 滿月穿出來好看點, 知道嗎? 大哥, 你真的不用我畫到符嗎? 傻的, 誰有空跟你計較? 總之你兒子, 就當我和你倆分養 如果以後有什麼煩惱的, 你就儘管來找我 唉, 蒙大哥的口意, 真的是死生難忘 唉, 難不難忘也好 你別想詐詐詐詐, 滿月那天 來這裡這麼多位娘, 都要送禮過去和禮 你千萬要記得發張貼給我們, 知道嗎? 知道, 知道 好, 今天精彩了 這一回是K-Lay Fair出場 這個是奶媽 這個奶媽如意兒 我看只是一個很悲悉的身份 但是, 居然亦會被西門慶收為己用 從這個我看一看 我們想說說, 甘平梅的角色裡面 它有很多丫鬟、 皮博 有很多三官六婆的任梅 有很多銅博, 有很多主管伙計 我們就說這堆K-Lay Fair 這堆K-Lay Fair裡帶了什麼訊息出來呢? 怎樣看當時的社會, 先說丫鬟 為甚麼丫鬟要先說呢? 丫鬟其實分了兩種 一種叫大丫鬟, 一種叫小丫鬟 後來中國很出名的名著《紅樓夢》裡面 都有很多筆物裡面描寫丫鬟 大丫鬟是雜人、 平兒 這些是丫鬟之中的大粒 小一點的就是子娟 詩琦 詩琦, 冥煙 這些是K-Lay Fair 金平梅裡面的大丫鬟, 我們有一個是做了主樂 就是春梅 小丫鬟裡面就太多了 大丫鬟的角色就是做一個近身 他是主人的親信 因為他做主人親信 於是在整個大家庭的政治裡面 他擔當間諜之職 不只擔當間諜之職, 還擔當幫兇之職 當然 幫兇之職不僅, 還要做殺手之職 因為這個大丫鬟, 好像春梅 這一類, 或者《紅樓夢》裡面的雜人、 平兒 這一類, 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權力的分享 沒錯 就是那個小姐, 那個主人 是適量地權力下放的 所以他拿著那一點 就可以胡駕虎威 因為他入到最內室 你要看到中國當時的建築佈局 四合院, 有雙房、柴房、書房 到最後一個內室, 一個歸房 不是立戀的丫鬟也能入 每一個好像機場有一個不同的禁區 掛個牌是不能隨便由一房去二房 所以這些貼身的大丫鬟 由於他可以貼身服侍 譬如說餵藥、換衣 他可以直犧牲, 犧牲到主人身邊 沒錯 這就是一種權力的分享 兼且大丫鬟 通常來說, 因為這麼接近主人 女主人 亦都知道一些東西 亦給一個大的男主人 修為己用 《紅樓夢》裡面也有 錯視魂宇晴, 這個就是責任, 假保育 沒錯 所以這個大丫鬟, 它還掌握了一些有用的機密 一些資訊 這個是其他的丫鬟, 或者家丁, 或者花王 是不能夠知道的 沒錯, 變成他在整個家庭的權力罩裡面 他是活動分子, 是活躍分子 活躍分子 於是他可以狐假虎威, 自高身鑑 你看到龐春梅, 很多時候跟樂公吵架的時候 就問他 你知道我是誰嗎 他意思是說, 我也是西門慶重行過的女人 說說小丫鬟, 真可憐 小丫鬟就是整個權力罩裡面 外圍分子 外圍分子不得意 還是打理一切雜務, 操弓 還有主人出氣袋, 或者代罪羔羊 我們在金銘門看到很多小丫鬟 很可憐, 不關他事的 但是動不動就被主人撕, 打, 殘暴, 踢 甚至乎性虐待 是, 種種, 所以在紅樓墓裡面一樣 金村之死, 一樣是這樣逼 猶豫者 猶豫者, 這個撕者, 這個撕, 又不是丫鬟 不是, 這個丫鬟的分佈 有核心, 有外圍 也是另一個妻妾制的縮影 是嗎? 當然, 當然, 因為有寵人, 亦有失寵 有些用來打理家頭世務 有些用來講心事, 那個功能不同 他跟妻妾制不同的地方就是, 妻妾就是越少, 那個老婆越少就可能越寵愛 但是, 丫鬟的制度相反, 越大那個, 就越信得過, 就越疼, 越少那個, 就越視之為外人, 越視之為做操縱的事 但是, 那個精神, 那個權力關係的分佈, 都是一個同心圓的形式, 都是一樣的 所以, 很多人說, 金瓶梅裏面沒有一個好人 其實也不是, 你頭那些小丫鬟, 很多弱小的, 都是好人 好, 講過這個無痞之後, 講過瀑 這個瀑人, 裡面, 就算是女婿陳經濟, 韓杜國, 來往儀 這些都是, 所謂, 他的伙計, 這種伙計, 有一個奴才性格 你快快去講這個奴才性格, 這個就是奴才 奴才學, 你精過我 你快點講, 快點講 那這種奴才性格, 就是, 沿襲著中國的太監文化 太監呢, 就是奴才和丫鬟的混合體 那奴才呢, 事必要鑒貌辨識, 要話頭省眉, 眉頭眼額, 要識體 那奴才呢, 跟丫鬟呢, 是有一點點不同 丫鬟呢, 丫鬟呢, 貼身服侍 奴才呢, 重要是對外, 丫鬟是對內 奴才呢, 重要是對外的 還要兼環呢, 叫外交公關事務 那這個呢, 時間不夠 所以這個奴才學, 講到官和太監的時候 再講到這個問題 今晚食誕差不多, 再會 一起去的, 整理與我們 請終於等待會 請終於等待會 以後, 請妳分享 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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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請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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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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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